Duty free 然后非常开心的 我们是不是已经去check in 在check in counter 里面已经办理好了 好!办理好了 如果上面秀出来还有一点时间的话 我们就逛街买买东西 当然可以到duty free去 他里面还没到duty free 进这个机场之内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要过海关了 就是说我们要这个 叫做Airport Security 要直接过了这个Airport Security 然后呢 在过去之后啊 就会到我们的Boarding Gate去 那在Boarding Gate里头啊 我们常常就会 有经过很多的这个贩卖店啊 那有很多的类似的 这个所谓的精品店啊 但精品店就看一看就好了哦 所以啊 因为精品店是太阳过的 虽然它是Duty Free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吃吃喝喝啦 好 那在吃吃喝喝之前啊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机场的安检 好那不用太担心哦 这个时候啊 你该Passport拿着 该Boarding Pass Boarding Card拿着 夹在中间啊 我们就要过 这个我们所谓的机场的 这个安检天 好 那我们呢 在过去的时候别忘了 我们该携带的 当然时辰携带 不该携带的就绝对不能 携带哦 那以下要请注意一下 OK 所以呢 我们先要 开始过海 这个过这个 我们所谓的安检的时候 有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你会背你的一个 这个Ballonics OK in your bag 就是在你的 这个我们的 这个背包里面 我们就会有带 对不对 那通常你要过去的时候呢 它旁边啊 在这个机场安检 安检旁边呢 它有一个小小的 Bing 我们大概四方形 这样的Bing 好 那我把这个盒子拿起来呢 我们把我们的 这个Bagg Bags 或者是我们的Baggage 只是行李 Carry on baggage OK 放到这样的一个 Bing里面 好 那因为对方通常 如果在过 这个安检 如果在国外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Please lay your bags in the bin OK Please lay your bags on in the bin and on the conveyor conveyor belt conveyor belt 就是指什么呢 就是输送带 让它过去 然后它过去的时候 它就看有没有 滴滴滴 如果造出来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直接过 海关了 我们直接过了这个 这个 所谓的机场的一个 这个检验呢 没有问题 应该是没有问题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有时候啊 在口袋里面 或者是包包里面 那通常我们会把它 因为它有金属的一个成分 那所以呢 我们会把它放在Bing里头 一起做一个扫描的动作 例如这些 Electronic Devices 有哪些 例如你可能会带 iPad iPad 你可能会带这个Laptop 你可能会带这个CAMERA 等等等 那起米一入 就放到这个Bing过去 对不对 好 那你原则上它走过去的时候呢 别忘了哦 基本上你还有你的Jacket 那通常我们的一个Jacket 在我们的一个Alper里面 其实有时候比较冷啊 都会穿一下下这样 不过我觉得还是把它给脱掉 因为它很怕你身上藏什么东西 OK一样 好这里放到Bing里面去了 好 那这次你要过之前呢 再想想看一下 哦 你已经呢 这个把外套脱掉了 当然其实如果在国外套 我也说 Please take off your coat Please take off your coat OK 不用紧张 就把外套脱掉就好了 好 那这时候你看到前方里面呢 会有一个叫做 Natal Detector Matal Detector 来表示它要过一个金属的一个检测门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全部都脱口吗 还没有 理事说呢 东西都放好了 那通常你过去的时候 你发现 嗯 怎么你过去的时候呢 Matal Detector 怎么还叮叮叮叮叮叮 对不对 那发生什么事情了 哎呦 你刚才有皮带 所以它就会要你怎么样 Step back Step back 回来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皮带可能有金属扣环 哎呀很麻烦 所以我是劝大家 通常就是手表啦 各方面吧 就都放在病里面了 好 OK 所以呢 它说说 说什么呢 麻烦你啊 Please take off your belt OK Into the belt 再过一次这个scanner 去做一下scan这样子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要过去了 过去了之后发现 哎你要过 If you want to get through the metal detector之后呢 如果过去没事了 当然就没事了 哎可是呢 怎么这时候又逼一声 又逼一声 你必须又要干嘛 对了 叫做stay back 你又要再回来 好 那你再回来的时候 你到底口袋有些什么 可能又再重新再问你一次了 有没有可能带任何的 有可能是liquids哦 所以呢 Do you have any liquids 就是任何其他的液体 当然水就不能带了 记得水就是要过这个 检测门的时候 我们就拔喝光 或是不要带就好了 或者可能又问你 有没有gels等等 就是我们所谓的 你可能盥洗用具 小瓶的 或是洗手乳什么 放一大堆这样 都很麻烦 不用就不用带 所以你又退回来之后 他可能又问你 哎 除了你的这个都拿了之后 那你口袋呢 Do you have any coins or wallet or maybe keys OK In your pocket In your pocket 表示有没有呢 哦 这时候你想想 对嘛 一把钥匙 对不对 就在你的口袋里面 yes come on one coin or one key or wallet 男生就喜欢 在他的一个 屁股后面 然后就用一个小夹子 哇 结果里面有十块钱 这个也很麻烦 好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 给拿出来 所以他就会说 please take out your wallet your keys or maybe your coins OK 那这个时候呢 就通路都放好了 反正就衣服穿好了 这样都没有问题了之后 好 那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记得 你可能呢 这个时候也都放好了 对不对 好啊 都没有事情了 这个无事一身亲嘛 好 那你就是在过去的时候 get through the metal detector之后 如果都没有问题了 也没有B了 那就OK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会在 这个病里头 把东西快速的 把它给拿回来 然后赶快穿好之后呢 记得 不要落掉了 你的passport and the boarding pass boarding card 等等等等的 好 那以下相关讯息 别忘了这些的tips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 要这个出国的时候 一定要必备的 so if you like the tips so if you like the tips just like that please i will be very happy if you subscribe 记得一定要订阅一下 因为我们之后 还会再继续 来看看我们这些channel 就是我们这些的频道 还会再讲相关的一些的 一个旅游的尝试哦 OK here we go ie will g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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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